下面就发现了,在这里一个中间 一只八爪鱼 长腿,个头不是很大 也还行哦 也给它收了 吸着一块石头呢 放到桶里面 啊,这八爪鱼要逃跑 这个螃蟹,无法无天了 天呐,这八爪鱼这样腿会被钳掉的 哎呀,我的天呀,这怎么办 松手松手 这不胡闹吗 你看这螃蟹,还抓着这个鱼的尾 哇,这个石块下面,这只八爪鱼可大了 看这个大头 哇,看那个爪 可以哦,这是大,别把那脖子给拽,都翻开 哇,下面还有一只小螃蟹 哎呀呀呀呀,看这只八爪鱼在这个石头上 这是个短腿的 个头也不小的,你看这底下 哇,这只头上,大家看一下 这两只队,个头也差不多大 哎呀,你看,不对啊,这里还有一只 看,看到大脑袋了吧 他往里缩了 不行不行,哎,出来了 这只个头也不小的,看,开花了 这只好漂亮吧 哇,一下子发现三只呀 这底下还有没有了 我再找找看 这八爪鱼琴居在这个底下 哇,看看看,分到一只大爆头 这个八爪鱼也太大了吧 哇,吐水,吐水 把它拽下来 哎呀,看这个腿好粗啊 差点没拽下来 这只个头很过瘾哦 哇,你看,生气了 收收收 咱们继续放下这些食材哦 这边又一个这种大脑袋 也是的 一黑色换一下 哇,又一只 这个,商货的节奏真的是太惊喜了 把它拔下来 哇,看这个大脑袋 你们缠不缠 回家就直接抱头就可以了 很好吃啊,这个大长腿 来,来,来,给我收了一条 看,这边这个不干净一下 我吃一只八爪鱼 看,短腿的啊 天呐,海鲜大洞呀 放到上面,让大家看一下 活是肯定是活的 就是这个天气啊 今年确实是寒冬啊 日照这边零下十几度 上几天大海都上洞了 这金黄色的 哇,这不是叶子磨吗 哇,拿出来 好重啊 哇 好肥啊 它这个肉好漂亮 好久没捡到这个叶子罗了 这个叶子罗回家辣炒 刺身都很好吃啊 哇,这个壳也特别的漂亮啊 如果有喜欢这种壳的朋友们 也可以私信我 给大家留着 我们家里还有好几个呢 怎么样,大家有没有喜欢的 看,这个还坏了一点点 还漏着一点肉 看,这个肉上面有纹路的 哈哈,挺有特点的 这个咱们带着了啊 这算是一只大货了 卖的话一直得好几百 这些猫眼罗怎么光漏的壳啊 哎,没吐肉哎 前面还有,还不爽呢 这些猫眼罗好漂亮 看 这种小的好吃 叫香罗 这种后爬啊 这里这里还有 看 这边还有 这些猫眼罗的壳 这颜值太高了 这个开始秃肉了 你看 这边 还不爽 这边 是不是 肚肉 特别的鲜美 好吃的 我们继续啊 哇,这边 这边都是这个铁嘎 这个,这个,这个,已经那个握上握进去了 好肥啊 看这个 嘴都撞起来了 嗯 这个 哇,这直接瘦就行了 底下蒸不爽 又看这个肉 看这个肉 已经透出来了 让它给大家看看 哇 收回去了 很鲜活呀 这种血嘎 我跟你们说啊 怎么做好吃 就是不要把它放到水里面煮 把它洗干净以后哈 就是用开水一烫 然后把它这个壳 扒出去 直接吃肉就可以了 调一个料汁 就很鲜美了 原汁原汁原味的味道 你看这个今天的好肥呀 今天的这个 快给它收了它 挣的好多 哇 这底下都是 太棒了 回家得喝两杯 都是下酒菜 收了哦 这还有泥漏的几个 这边又有了 这底下还剩不少呢 我本来都不想要了 这是个壳 这边是个吧 这边也是一个 这个肉啊都碎了 这个不要了 哎呀我看 你看你看这个水壳里面什么情况 我跟着几个海星过来的 然后发现这边几次看还有就是个小鱼 活的活的 哎呀 你看你看 这一窝小鸦片鱼 这是比目鱼 哇 呀呀呀 油起来了 看看看 发弹了 这怎么这么多鱼啊 什么情况 先把它放放放水里吧 哎呀呀呀呀 哎呀呀呀 噗咿噗咿的跳 哇哇你看 这鱼都活啊 很很鲜活 哇塞 这这这这太刺激了 这捡了一窝鱼 这个 运气 哇这底下都窝沙了 都上沙里头了 哎哎 哎呀 你看 好了 这小鱼还是很好抓的 两只手一块 看 收了啊 这边还有 哇 你看看看 这条不大好了 这条很好 还有海星 他不仔细看这下面 看 这底下 都是 握沙了 这个 哇 看 这边还有这条大 看 这这这这这太好了 回家这种鱼 简上面 骨上点这种鸡蛋液哦 然后我放油锅里面炸着 可好吃了 卷在前面 这这这 都是这种 小屁幕鱼 这种鱼可好吃了 嘿 嘿嘿嘿 别跑 输了啊 这底下还几只海星呢 这个小小鱼不要了啊 死掉了 这底下难道没有了吗 因为握沙握进去 对对对 还正抓到一只 握沙里面去了 哼 这小鱼很精灵啊 终于没有了 收了 这边过来还发现又一条 一定游到这个水桶里面了 看 跟沙都要融为一体了 真的是很难发现有这种鱼啊 哇 现在这个小螃蟹 挺凶啊 这个特别有力啊 你打钳子一直在刀来刀去的 给它收了啊 真的是这工的 哇 看这底下 大鲍头一只 把它拽出来 哎嘿哎嘿 很滑的啊 往后躲 哇 看这个大锡盘 折腾起来了 哦 看 这个个头大小可以啊 不错 收了啊 这边又发现 这是螃蟹 露这个钳子 哎 暴露了 被发现了吧 这么大小的回家做那个香蜡 可以啊 看 收了 哇 哇这螃蟹 这一只手掐着这个鱼塞 一只手掐着巴掌鱼 你这是想干什么 啊 尾巴 天呀天呀 快再找一找 找你回家吧 这一片沙灘底下 有好多这种小沙包呀 看 都有货的 哇 这个月亮贝 哇 这个白白的可真漂亮啊 我还以为是那种蛤蜊呢 这个月亮贝回家 这个直接白煮着吃 很好吃啊 前面还有 我们看 这露这个小屁股呢 看 哇 这个颗头也不小 哇 几百几百的可真的好漂亮 说了 咱给他 前面还有哦 哎 哎 有一个 这还有呢 这边这个沙滩上 应该有好多的这种贝类的 哦 这个还吐着个小舌头 看 可能是在这里呼吸的啊 咱给它放桶里面 往后再找一找啊 这个是不是 又发现了 嘿 拿起来 看那是个海葵吗 这个 是 不是的 也不知道是什么 发给你脚底下有一个 哇哇哇都踩着它 这是一个吗 哎呀 这不是这就这个贝壳 这就不要了啊 这边 这边这个沙包还不小 感觉个头应该可以 又一个 个头一般嘛 不是很大 还行 好几只了 这边 又发现一只花盖 花盖这里面很漂亮 你看里面发红色的 哦不是花盖 是那个赤甲红 猴霧哦 你看 这又是一只母的 哦哦 修了哦 这种特别的胖哦 很肥的 来吧 上我的洞里来 继续好好地找一找 这个随便咱们拌完看啊 嘿 呦呦呦 花盖 哎嘿哎嘿 这东西炸人可疼啊 这种比塑子鞋炸人要疼 受了啊 就是这样三天 没有了 我们再往前面看一看 看我发现什么了 哇 这一只猫眼龙好大 你看 就前面的这个行动轨迹啊 就是他弄的 这些粘液 他这个肉已经钻进去了 这个我估计得不小 哇 看这个肉 我的天啊 好久没找到这么大的猫眼龙了 这也太大了吧 哇 我都不舍得捏他这个水了 那他自己就缩了 捏一把 这也太过瘾了啊 哇 这只猫眼龙是够大了 大了 前面又发现一个大沙包 这边这只猫眼龙应该小不了 哇 他这个沙包就能辨别出他这个肉有多大了 拿出来让大家看一下 哇 看这个大舌头 这个肉好肥啊 看 刺水了 一捏就缩了 哦 今天这猫眼龙沟头都不晓得 这一只很大了 哦 这个猫眼龙沟